是谁偷偷偷偷我的心 臭小子 洗完澡别忘了把水龙头关上 别把后边给我淹了 爷爷 这后院到底有什么呀 搞这么神秘 什么也没有 等那天你不在呀 我非得去你后院 给你撒上一大捧鸣 我砸你个兔崽子 这这这这 让他把这发财树啊 快去叫三轻道的大捞鸣 盗座大捞鸣 天丁被淹了许多现实都无力挣扎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没关水龙头 猴眼都给我淹了 盗座大捞鸣 你若能早告诉少龙丞相 他也不至于水平先见 时机未到 我现在就告诉他 他是天地 他也不会相信 我还是先去拯救天丁 你们帮我看着这个小子 别让他再继续捣乱 是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么万象龙头 玩笑归玩笑 那可是爷爷的心头肉啊 不行 他要是借了我肯定打死你 还是真的胖子 爷爷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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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阻止少主 他一旦离开这里 就没办法让老头的尾压镇压身界了 快 阻止少主 少主的尾压太强了 给我们打死你了 大黄 我得出去打工赚钱了 等我回来 给你买只养狗的老子 好吧 快快快的 少主身上的尾压太强了 一靠近就跟我们打住也行 怎么办 只能通知导族打老爷了 导族打老爷了 买只养狗的老爷了 好吧 快快的 少主身上的尾压太强了 一靠近就跟我们打住也行 哎 那臭小子呢 少主跑了 诸神现在如何 已经处理好了 先生无恙 可是 盗座大人 天庭没了少主的天地之为镇压 天锁松斗 世间灵气爆发 先生必定会下饭 瞬间炎火机 最乱闲运行 先生一旦下饭 必定会活来使劫 儿等不必担心 那臭小子的行为和记忆 虽然被我封印 但是他一旦受到刺激 那些下饭的仙神 就会像你们一样 打回原形 这小子下山 未必不是件好事 红尘练心 有助他觉醒地心 若是他能真正意识到 他就是天地的时候 才能完全地掌握天庭 外神入侵将尽啊 还是盗族大人失思熟虑啊 你们两个 给我跟上那个小子 必要的时候 出手控制住他的情绪 避免他情绪激动 覆灭此方世界 遵命 我管理天庭用的手机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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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了 大城市就是比我们粗残谎 也不知道这附近 有没有包吃包住 江青友江青院 这是我偷书 还是姐妹花 没想到我刚一来大城市 就能吃上晚饭 本来看靠自己的能力 发家置物呢 我个人 是非常拒绝吃软饭这种行为的 但是如果吃软饭的人是我 但我没说 提琴 吃软饭 不对 提琴 学老 我手机呢 我靠 我拿错手机了 是我爷爷的 是否打开天锁 天锁 当年好不容易练花天丁 一天锁封印在后面 没想到它却打开了 想到诸神不要下凡啊 什么情况 变天了 这是什么 天庭聊天群 我爷爷还是个群主 天地大人 在吗 天地 是什么意思 我爷爷太中二了吧 给自己取名叫天地 天地大人 有个大魔头水淹了天庭 还连带来我都抓财数都给压了呀 是 关键是天地大人 一大大天气是想让我驾难吗 水淹淀淀的大魔头非常恐怖 我用第三只眼睛窥视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么模糊的照片什么也看不清了的 这是什么什么呀 我当什么重要的群人 原来是一群中二病患者 大魔头 懒得打理他 看美国有钱 这是什么东西 功德 也不能当权话 谁知道土地也借点 哎 少主不知道 功德无价 世俗的钱都难以买到 姐 我们求土地也帮忙 杀了那个乡罢了 这样就不用嫁给他 小妹 就算你不想嫁给他 也不能杀了他呀 我们是来买功德的 不是来雇雄杀人的 姐 这土地庙 真的能用钱购买功德吗 自然 这是我江家先祖江泽衙留下的消息 土地爷在上 江家小女将亲颖 愿以黄金万两 换功德百点 姐 这功德有这么贵吗 一块金砖 就能换一点功德呀 噓 不好意思 土地爷 我来管您借点钱啊 等我回头吃上软 等我回头提心成功 我百倍欢迎 人家来土地爷 这都是许愿的 你倒好 抢劫来了 这 土地爷 我就拿一百块钱 一百 不干而取是为偷 你不能拿土地爷的钱 我假少捉 那土地爷的钱 是个土地爷面子 他干不可 不关土地爷借钱 我没关你借钱 你瞎管什么 休息 你们 你们竟然敢在这 像勾气之事 你们竟然敢在这 像勾气之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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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土地爷 记得看 带着你的女友 才这干事 他们两个 哎 土地公你误会了 就像他这样的男人 我这辈子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对不起土地公 我们弄倒了你的功德香 我们愿意赔偿 赔偿 老子的功德香是一百功德 你们赔得起吗 一百功德 这要换成世俗的货币 就是一百块金砖啊 什么功德啊 居然这样是一百块金砖 等等 我好像有功德了 你等家 你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 还有功德 你为什么一直都 土地爷 这些原本是我们带来 想换取功德的世俗钱财 还请你撑下 看你们态度还算诚恳的份上 扰你 滚蛋 土地爷 弄怪功德香的最祸首是他 你千万不能放过他 秦热别说了 快走 对不起 我们只带了一百块金砖 帮不了了 哎 别这么 臭小子 你弄塌了我的功德香 今天 要是在你的魂坡上 种下奴役 让你这辈子为我打工 土地爷 你跟 四爪死路 一个小小土地爷 居然敢对天一道人不敬 真不管我事 我就碰了一下 什么 水烟听听了头头 没事吧 小神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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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危险啊 啊 你要饿我是吧 对对对 你是大无头 小神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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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无头 不是 我是来借钱的 不是来抢劫 你搞错了吧 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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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上没有 行行行 你起来吧 那个 我去借个钱 不至于办 钱 谁敢拿 大无头 你想要多少 拿住手 我就拿一百块钱 大车 来来来来 我能还你 对呀 如果他真的是大无头的话 要是世俗的货币干嘛呀 他去哪 还只要一百块 真是气死我了 都怪这个该死的乡下人 害我白白损失一百块金砖 要是让我遇见他 会多了他不可 好吧 秦月 人家又没得罪你 唉 希望土地也不要为难他吧 喂 奶奶 清盈啊 你和秦月赶紧回来 今天是你们的成人礼 奶奶特意给你请了一个贵客 保证让你们大吃一惊 真的 什么惊喜啊 你们回来就知道了 行 我们这就回来 默许 难道江家知道我要来提琴 还特地准备了婚宴 你谁呀 你有没有邀请函就进来 邀请函 什么叫邀请函 我在提琴呢 提琴 提琴 哈哈 江家可是新人的后裔 怎么可能跟你这种穷小子定亲呢 啊 就是 我江家大小姐二小姐那是龙城的两朵金粮 提琴的人从龙城排到国外去了 就你小子也想吃了 啊 哈哈哈哈 少住啊 他江家高牌你都来不起 是他江家吃你了软饭 要不是老爷子看在江家先祖 江子牙立功的份儿 天地之妻哪能轮得到他们江家呢 来人 把这个穷小子给我盖出去 是 等等 我有婚姝 婚姝 江家姐妹到 原来你们俩就是江家姐妹啊 哎 你居然从土地庙里逃出来了 你没事吧 你居然出来了 真是气死我了 土地怎么没有杀了你 大小姐 这小子是过来混尘混磕的 居然说还想提琴 我真的是来提琴的 我有婚姝 婚姝 姐 这婚姝 好像还是我们江家先祖定下来的呢 难道 这就是奶奶说的惊喜 这可不是惊喜 这是惊吓 我可不想嫁给一个 一百块都没有的凶屌丝 姐 你不过是想要嫁给她吧 她就是个乡下人 跟她在一起是会吃苦的 秦月 这婚姝既是江家先辈定下来的 那我江家 不能不受信 要嫁你去嫁 反正我是不会嫁的 我可是仙人后人 我江青月要嫁的人 至少也要是仙人 像她这样的穷小子 根本拍不上 贤人 贤人在咱们少主面前 使用侠规的方 若我们是天地大人失去计 天后哪能落到人 这也不知道江家先祖是怎么小子 居然跟一个穷小子定亲 我一想到龙城两朵金莲 就要被一头猪给拱了 我就心痛了 这门亲事 既然是咱们的长辈定下来 那你们认不认 这门亲事 我江家不认 这门亲事 我江家不认 这 奶奶 这位是 奶奶 奶奶 我不想嫁在这个乡下 你知道的 我吃不了一点苦 放心 奶奶给你做错 奶奶最好了 我说你们江家要毁婚就毁婚 别有一个乡下人 我们江家人吃你家大米 这从古至今 都讲究个门当户对 我们江家乃是先人的后裔 以你这身份 连我们江家的门槛 也达不到啊 你有什么资格取我们江家的 两朵金莲呢 也别说我们江家不讲情面 这枚铜钱够你养老了 你叫什么呀 这不是一枚铜钱吗 都二十一世纪了 谁还有铜钱啊 就知道你没有见过世面 这叫功德钱 超脱世俗 只在先人后裔之间流通 这一点功德 就可敌万钱 整个世界 多少人连一点功德都求不到 江家 居然就这么给了一个乡巴朗 据说一点功德 能换一块金砖呢 傻子才拿功德换金砖 功德连着气韵 对于正常人来说 有一点功德 足够他以后翻成跨越阶级 这玩意儿 真这么值钱 是的 功德只有先人后裔 并且受人敬仰的大家族才能储存 就连我们江家传承上千年 也只有几万功德的底蕴 姐 你跟他解释这么多干什么 他一辈子也接触不到这个层面 小子 江家已经很讲情练了 跟你退婚还给你功德钱 石像拿着钱赶紧滚蛋 别再纠缠我们家大小姐了 可是这功德 我有九千亿啊 什么 九千亿 什么 九千亿 那可是无量的功德啊 这小子来头不一般呢 居然有这么多功德 哈哈哈哈 我江家的先祖 江子牙乃是天庭的大罗金仙 他在飞升之前 给我们江家只留下一万的勾度 你却竟然有九千亿 难道你是天地的后裔 所以你在土地庙的时候没有说谎 你真的有功德 等等 我好像有功德来着 是啊 你有这么多的功德 难道你的祖上也是神仙 这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个乡下人 我爷爷也没跟我说过我祖宗的事啊 那是导人 你是田底 谁敢当你祖祖啊 姐 奶奶 她说她有九千亿功德 你们就信啊 秦玉 你什么意思 她要是真的有这么多 还会一辈子住在乡下吗 你们再看看 她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全身上下加起来 恐怕都没一桌菜之前 有道理啊 这一点的功德就能兑换一块金砖呢 没错 江家应有一万功德 都能成为龙城的一流民族 你说你有九千亿功德 我世纪不得得听你的 就算少桌没有功德 时间也是少桌说了算 你可想完了 你竟敢蒙碰眼语物 你赶紧给我过出去 我们江家不会与你连眼的 奶奶 这婚约即使江家先被锁定 这么贸然取杀 太有不同了 姐 这个人满嘴跑火车 一看就不是什么老实人 绝对不能这样子 香巴老都这样 你见个事 什么都敢讲 秦玉 你说的没错 秦玉啊 秦玉 奶奶给你们找了一个 绝世的好男人 屁这个香巴老 要好上一万倍 谁呀 难道是 传世中的仙人 骂他 他可是有大功德的 仙人厚 居然是唐家大少爷唐威 唐威可是龙城第一人啊 据说唐家的先祖是天庭的大元帅 唐少更是仙家的后裔中的佼佼者呀 唐少啊 唐少你可算来了 拜见江老太之意 奶奶 你把他请来干什么 难道你想让我和桥妹嫁给他吗 唐少作为仙人的后裔 那在古道上也是很有建树的 那说不定将来还能飞升天庭呢 你们两个嫁给他 不比嫁给那个穷光蛋 要好上一万倍呀 你们将家退归 就是为了找一个更有钱的人 没想到 你们如此实力 居然不认婚书只认钱 马里来的建民 这里也有你说话的范儿 他说他有九千亿的功德 什么 九千亿 就他 小三 大言不惭 我先祖天鹏元帅 统领十万天河水军 每年也只有万风等的凤 你何德何能 能有九千 你 你 自己看 这大傻子 这功德只有仙物才能承载 看到了吗 此乃我先祖天鹏元帅的右派 此等仙气才能承载万功德 你一个破手机 你要承载九千亿功德 你 岛族大佬也于是举起 给每个剩下都陪备了一步收集 咱们少住手中的收集 可不是普通收集 而是趾高险武 好天井 现在天井的事 都在用手机交流 土鞭 这傻子也陪入赘有将将吧 我们和苏母有婚约 就算你是天鹏大人的后裔 贸然撕毁婚约 难道不怕糟天前吗 我们已经有婚约了 哎呦唐少 你别听这丫头胡说 他们的婚约是我们江家的先备定的 这不 这小子拿着所谓的婚约 在我们江家 那是作威作福啊 这不 这还让我们江家给他补偿的 奶奶 他哪里要补偿了 分明是你不讲道理 姐 像他这样的熊逼 今天来我们江家 不就是为了吃晚饭吗 这样 我见得多了 你别乱说话啊 我今天就是恰好在这儿而已 要不是我把我爷爷后院给淹了 我才不愿意离开我们村 够了 别废话 我给你两千万 把你的婚书给我 我给你两千万 把你的婚书给我 哎呀 你个臭屌丝 这两千万你一辈子都赚不到 还不赶快跪谢唐少 唐少可是武道奇才 他给你钱买你的婚书是给你脸了 你不要给脸 不要脸在这装逼弄紧 欣贫唐少今天让你冲不去 想在我江家闹市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我江家可不是你这种穷能高攀得起的 你江家要退婚就退婚 我闹什么事了 我就是吃了你们家那一个鸡腿而已 我是吃软饭的人 你个臭小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在整个龙城 还没有一个人敢拒绝唐少呢 是吗 那我要是拒绝他 会怎么样 光天化之下 你还敢动我复偿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信不信你动我一下 我立马躺下报警 说你是乡下人都是谈一句 整个龙城 是你可知道我唐家临家于法律之上 小子我怕你不知道唐少师是什么背景吧 他可是仙人的后裔 用普通人的法律 怎么要约束仙人的后裔 他杀你就跟杀一条狗一样了 你觉得谁会在乎一条狗的死活呢 奶奶 唐温虽然是武道奇才 身份高贵 但他祸害女子无数 难道想让我和小妹成为他们玩物吗 姐 你就不要执迷不悟了 唐少肯定会对我们两个好的 小妹 你太天真了 我们和聪慕有婚约 如果对方不怨 强行退婚对我将家名誉有损 是会影响我们往后功德积累的 奶奶 好了 既然如此 这很简单 小子 你想娶我江家女 也不是不可以当我个丑话说钱的 你的身份和潜力得配他上才行 什么小哥 座位 请看 此物是靠气韵而生 身份和潜力越高贵的人靠住 这气韵今年的越妄想 最上者可以娶着我江家两朵金莲 小子 如果你输了 那你就心甘情愿地退婚 如何 这倒不是为一个公平的办法 公平 要是比身份尊贵 谁能比得过我们唐少 他不止是龙城第一人 其先祖 更是统帅十万天河水军的天鹏大元帅 他的身份没人能比得了 唉 有些人哪 一出生就站在了终点 奶奶 苏就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没什么身份 我 我这不是欺负一个普通人吗 好了 反正我的条件都已经说出去了 正如你所说的 我断不可能将我江家的底蕴 绑在一个什么身份前列 都没有那竹小的身上 比起身份贵重的话 唐少赢定 跟少主比身份啊 少主可是天地 放眼整个世界 谁能比 金莲 不仅多普通莲 有那么闲 白痴 这是器语金莲 身份尊贵制 自带大器晕大潜力 君有器语和潜力 才能让他成长 臭小子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什么 是身份 金莲绽放 我江家的金莲活了 我就说嘛 唐少的身份无人能比 臭小子 你现在认清自己和唐少的差距了 等等 好伤还没完 不 唐卫万里挑一可为神官 唐少封神绑上流明 将来必能成神 姐 赶快和我一起嫁给唐少 成为仙人之妻 毫无争议 唐家的唐威就是我江家的成龙坏婿啊 华少封神绑上 这也太离谱了 看到了吗 这也就是凡人与神人后裔的区别 唐少封神绑上 唐少是没一个三十年来 上风神堡的人呢 传闻当初唐少出生的时候 天地异象浮现 那是白鹤起舞 天降金光 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唐少 您守候 我这就去给你安排灰燕 可小止气 要不是少着打开田锁 田廷开气 风神能弄弄得到她呀 放在值倩 她一辈子也被想风神 就算唐卫风神 也不过是最低等的神官 而少主可是至高无上的天地 姐 你看到了吧 唐少风神绑上流明 将来必飞升天体 嫁给她是我们江省风攀了 小子 你想干什么 我也想试试 哎呀 你个臭小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 难道还想跟我比身份 比全力 混账 赶紧下来 你没有看到金莲都在抗拒你吗 糟了 金莲从来没有这种反应 就不应该让她的脚踩上去 你想害我江家的治保吗 来人 给我拖下来 拖下来 拖下来 这有什么可能呢 难道他还有别的身份 不可能 他不就是一个乡下人 为什么 没想到 我竟然也 我去 别玩我呀 我就是一个与诸葛为伍的乡下人 居然也痴心往心 想风神 蝼蚁 你现在认清事实了吧 就你 也配成神 可是啊 这风神盟难道坏了 坏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我家老主的风神盟 他可是羡慕 怎么可能坏呢 那我名字怎么出现又消失啊 这 这还不简单 你苏慕跟江家联姻 沾了江家的光 所以风神盟上才有你的名字 但你身份低贱 不配为神 所以才又被抹去 就你那蝼蚁的名字 出现在风神盟上 简直就是对风神盟的凶 你们也太早下结论了 苏慕还没有靠近七韵青莲呢 靠近了又能如何 他一切烦人 还能让金莲盛开不成 没错 我看你啊 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你赶紧滚吧 别耽误我江家的大事儿 只差最后一步了 苏慕 一定要走啊 你赶紧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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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慕无有的大器韵之相 是谁 他到底是谁 苏 苏 天古无二万先之王 占古无二万先之王 金龙守护金莲冲天 他竟然是先王之子 万仙之王 那是什么级别的潜力 心都没有听说过 不可能 风神帮怎么会给他称呼 无二万仙之王的称号 诸诗巨诈的潜力 到底是谁 万仙之王 这说的是我吗 我有那么厉害 如此强大的潜力 若是对线 我江家岂不是玉飞冲天了 万仙之王 这身份 莫不是传说中的天地 我假少猪内是天地 公于万贤 他不是天地谁是 万仙之王 这样的女婿 是我们江家 十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书少 请恕罪 刚才老生可是丑了眼了 我现在不 我马上就去给你安排会验 奶奶 她就是个乡下人 怎么可能是天地呢 你错了 她身份尊贵 背负大气运 看金莲绽放 是我们要家的人 奶奶 宣布吧 好 我宣布 等等 倘若他真具备天地潜力 今日我难逃一死 可潜力毕竟是潜力 命格上可争夺 只要 唐少 你是想 他潜力是巨大 但他有实力吗 你想干嘛 等人是取你命格 夺你器 如此一来成就万仙之王的 就是 你别乱来啊 唐威 你住手 她是我江家的女婿 她现在还不是 她不配拥有这么好的资质 只有唐少才被拥有 体肤无罪 她怀必欺罪 舒默 只要你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你就做我江家的女婿 如果你保不住 我看 你干脆还是成全唐少算了 你们怎么 去死吧 我给 该死 他居然有金脸守护 来啊 你不是很嚣张吗 有本上来啊 还好有我江家金脸保护 没人能对付他 这唐少哪怕是武道巅峰 他究竟不是仙 无法抗衡金脸呢 那小子不知道哪来的狗屎运 居然是相王之姿 唐少 唐少 算了吧 这金脸乃是我江家老主流的 你对付不了的 唐少不能放弃 杀了他 我和姐姐 这都是你的 唐威 你现在奈何不了村 赶紧离开吧 谁说我奈何不了他 来来来 刘主你上了呀 有着金脸保护我 你还能上来打我不成 无知的乡下人 现在就让你见识 这是我的手段 一块令牌 这能有什么用 这可是我家先祖 天鹏大元帅赐上的 红帅令 和高令神灵 天鹏有令 四方进庭 送我帅令 山神降临 太山山神奉命 不好 山神一旦要对少猪除生 必定会让少猪 修为接缝 吉隆 把你替内省育的贤礼给我 我要庆幸 挣脱少猪的缝印 好 你虽然暂时划行 我的行为还是被镇压 无法发挥实力 no 这都不够了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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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给群里那些 楼师爷们发个信息 让他们来保护你 那群里都是一群中二病患者 来了有什么用的 哎呦 小猪 你都按照我手里去做吧 不是 你谁啊 我是你爷爷杨丽吉 没想到我爷还好这个 但是 但是我现在 已经是一里认了 苏木啊苏木 没想到 你连这种货色都看得上 你可真是鸡不择食啊 苏木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本分的乡下人 没想到你 真是误会 我确实不认识他呀 小猪 你都赶快吧 行吧 什么 天地大人居然要提亲 我没看错吧 难怪天锁突然打开 原来是天地大人想让我们下去喝喜酒 天地大人要结婚了 那可是整个天庭的喜事啊 真虚正事 天地大人 我们准备准备 稍后就来 他们说灯子就到了 他们说灯火就到了 哦 那就没事了 你今天叫谁来都没用 我出五百功德点 请二位三神 动用三神令 自家之灵 这金脸 气运太强 我们只能镇压片刻 片刻 自明 奶奶 就算我江家要毁婚 也不该让人杀了他吧 谁就能赖蛤蛤蛤想吃天鹅肉 身为一只赖蛤蛤 几云地躺在臭水沟里 天鹅 杭绍要掠夺他的契约 他对于你们来说 他是件好事啊 杭绍得到 我们江家也可以 第一冲天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意见 二位三神 我可以输三千功德点 嘿 你个臭小子 你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那打烟不惨 就是 你要是有三千功德 早就成世界首富了 小子 你要是真给我们三千功德 我们可以帮你 你 行 你们有没有二维码啊 我扫给你们俩 二维码 什么码 什么码 二维码 你再笑死了是吗 两位 你们不会以为 他真的有功德吧 他拿你们的啥子耍呢 臭小子 你敢耍我们 不是不是 我真的有啊 我可以给你们三千功德 什么啊 这又 什么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动手 收人钱财 替人办事 汤妹 对不起了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决定镇压你 你们 你 他真的有功德 他刚说有九千亿的功德 看来不是讲的 他真的有啊 莫非 他是仙人的后裔 不可能 他要是仙人后裔 早就是世界首富了 怎么可能连一百块都没有 我怎么不上了 等等 还有什么意言 我给你们一万功德 杀了他 多少 一万 一万 对不起 他给的太多了 所以你必须死 我 我给五万 这个特为 是个春货吗 竟敢跟我们少猪比功德 他不知道我们少猪是无量功德吗 五万 五万 哈哈哈哈 五万 五万功德 五万功德 终于让我们飞升天庭了 你真的有这么多功德 当然了 你要是真给五万功德 别说杀了他 任你为主刀心 好说 先帮我把他给拿下 比钱我比不过你 但是要是比功德的话 我比你多 山神大人 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五万功德 二位山神大人 你们觉得 这个乡下人 他能有这么多的功德吗 如果是功德 这么容易就得到的话 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神了 泰山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功德是信徒供奉一年 才得一天功德 而你我二人享受数千年 才积攒了五千功德 功德难以积攒 又十分珍贵 很少在市场上流通 他一个乡下人 又不是市 又不享受乡火 他哪来这么多功德 不错 你一个乡下人 侥幸得到三千功德 也就罢 怎么可能会有五万 给引朝超比朝票夺 呀呸 别说五万 功德少主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要是真能拿出五万功德 从今天起 就是我们的主人 但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休怪我们镇压你 没没 苏梦 你别冲动 五万功德可不是小数目 放心 三千我都给了 再给五万 没什么 再给五万功德 五万 这 我真的是功德 五万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功德 你到底是谁 我真不知道 说实话 我以为这玩意儿就是游戏壁呢 我没想到在你们这儿这么管用 太阳 你看到转账人的名额了吗 天地 什么 快进天地 他是天地 天庭的天地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天地 天地至高无上 凌驾于众生之上 怎么可能下凡 当骨头人 天地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你被倒住 打楼也缝毅了呀 是啊 这天地 怎么可能降临凡臣呢 二位三神大人 你们认错了 他就是一个乡下的穷小子 这看天地 也不挨边啊 就算他身份尊贵 太阳不被他天地呀 你儿子这么凡人 自然不识天地真面目 多说无意 此人冒犯天地 当初 我这老祖可是天鹏大元帅 你们敢动我 不错 你们小小两位山神 敢对唐绍动手 就不怕天鹏大元帅 杀了你们 太阳 怎么办 我们得罪不起天鹏大元帅啊 风扇 你觉得天鹏背影大 还是天地背影大 自然是天地大人 那就动手 独知死活的山神 给令不要令 你们以为我这令牌 只能号令山神吗 没有 我家先祖 可是统领四十万水军的天鹏云帅 千鹏水军 肃天无令 我以三万功德为代价 召唤儿等降临 真有天兵天将 我就一个普通人 你至于派天兵天将过来动我吗 山神 如今天兵将临 你敢动我 乡下人 看见了吗 我能号令天兵天将 可山神虽说是神 但他是凡间的人 怎么能跟天兵那天兵天将相比 苏默 看到了吧 下凡的天兵天将 随便一个 就能捏死 去 那他还不是用功德钱请的 我功德钱可比他多 各位 我出十万功德 拿下他 二十万 乡下人 你以为用你的功德钱 就能调得动他们 他们可是天鹏大元帅的兵 只有唐少才能介入 元帅令牌 命令他们 就是 你有功德钱又能怎样 你不是先人后裔 身份卑贱 根本起不动神 不好 唐少卿来了天兵天将 苏默有危险 二位山神 赶紧再苏默离开 好 根本不必 天兵天将虽说是天上的神 但也是天地大人的棋子 棋子 还能伤了天地大人不成 他走不了了 小子 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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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卓少卓 你手机里面有果物软匠 他能请天兵你也能卖 啊 功德还能买东西 啊 弯了 少卓是完全不知道好天兵的作用 碎点呗 我去 这软匠这么厉害 什么都能买 不过这天和天兵是最精锐的兵 我买天将 恐怕也打不过吧 来 试试这个 啊 我 我 你在干什么 给卫星发信号吗 我告诉你 我这天兵天将可是天庭最精锐的兵 你竟然谁来都没有 除非是天鹏大元帅降临 否则 谁也救不了你 唐少可是天鹏大元帅的后人 就算天鹏大元帅降临 也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苏默 我快走啊 少卓 你快卖啊 我买了啊 可没有啊 他们 还到 雷公殿母 我等即将下凡 觐见天地 你们 要恪守此处 哎呀 我也行下凡啊 哎 这是天地大人的功德 大家购买 就冲天雷 对啊 天地大人要惩罚他人 下一包旨意就可以了 为何还要出钱购买 天地大人的心思 其实你我可以揣色的 赶紧打雷吧 慢 竟然有人对天地 竟 嘘 苏默 看在你资质即将给我的份上 我允许你留下银脸 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你不能骗我 少不少当妈上到我 你真觉得上天能救得了你们 动手 这小蹲蹲那怎么变天了 这要下雨吗 啊你们看天空中有两个影子 天空中那两个神 不会是苏木晴来的吧 这 给我说话 是 威仇落天雷 我们都要无量 他 他 他到底是谁呀 光临天杰 毁灭天兵 难道 不敢当 召唤天杰的 只有天天 你到底是谁 苏木 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 隐瞒什么了 我就一厢下人啊 老爷子的手机居然这么低 他一直瞒着我 等我回去之后 非得明清楚不可 我早就说过了 他可不是一般人 别说你把天河天兵叫了 就只你把天鹏大元帅叫来 在他面前 也得跪下 这风神网上说他是千古二 万仙之王 他还能用千叠 他难道真的是天帝 奶奶 他又真的是天帝 那我们江家 岂不是完蛋了吗 完蛋 万什么蛋 我们江家不但不会完蛋 还会发达呢 我们一旦对天帝 连言 我江老太婆也会 未略先搬了 谁敢冒充天帝 拜见土地通风 龙城徒弟 你怎么也来了 徒弟该不会找我要钱来了吧 你们刚才说 此人是天帝 没错 一个脱我钱的人 怎么可能是天帝 更何况 还在我的土地庙 行勾气之事 我那不是臭小子 我差点就被你吓到 你根本就不是那大魔头 我跟照片上对比过 你跟照片上一点都不一样 土地爷 他如果不是天帝 为何能召唤天雷 那是因为天兵天将 为经天帝的允许私自下凡 违反了天规 原来如此啊 这么说来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帝 而是拥有功德的普通人 差点就被他给骗了 要不是土地爷出来揭穿 我们还发现不了 臭小子 你还有什么话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二位山神 听不懂了吗 这根本就不是天帝 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了 看起来确实不像天帝 但是他给我们转账的名字 就是天帝啊 我明白了 这手机根本就不是他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一个乡下 根本就不配拥有功德 我说他的功德是哪儿来的呢 原来全靠着手机啊 苏木 赶快把你的功德交出 你就是一个乡下人 根本不配拥有功德 少祖 这个书记就是你了呀 交出功德 不足有你好看 行什么 这是我爷爷的手机 爷爷的手机 难道你的爷爷是天帝啊 我这孙女婿来头这么大 原来她是天帝的后人啊 有道理的啊 如果这手机真的是天帝的 那么其他人根本不可能使用 只有天帝允许之人才能使用 是啊 他极有可能是天帝的孙 不管怎么说 他给了我们功德 我们就要为他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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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 唐卫 除非你今天把天帽大元帅请来 否则你难逃一件 没错 诸神被天帝所在天庭 不可能轻易降临持足 就算你是他的后人 也请不来他 奶奶 你快救唐少王 我可不想他死 我什么要求他 苏木可是天帝的孙子 你嫁给他不好吗 秦月 你还不明白吗 不管是比身份尊贵 还是比功德钱 唐少都比不过苏木 苏木才是天帝所贵 你笑什么 我笑 那是因为诸神即将降临 而我来降下 就是为了迎接诸神 迎接诸神 迎接诸神 什么 诸神不是下不了凡吗 之前是不能 可现在天锁已开 诸神可以随时降临凡间 苏木 你完蛋了 诸神既然能来凡间 我仙族一定也能来 天锁 难道我真的打开了天锁 啊 齿帮世界都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干净下来 敢问你 统帝爷 诸神为什么会降临我将军 不清楚啊 我说到的命就是 诸神降临将将 晚辈讨位 有诸神仙族天鹏大元术 降临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 早就等不及了 我倒要下凡看看 谁敢对天地大人不敬 没错 不管是谁 格子的天地 都得死 我有必要提醒各位一句 下凡之后没有天地大人的允许 切记不可随意忘 四法天神 放心吧 下凡之后我断不会胡来的 雷公殿母 你二人留守天庭 遵命 风道打开了吗 打是打开了 只是我们缺少 金眼雾和金斗云 要想下凡至少也得半个小时 监听跟太阳一样 看似离凡间很近 但其实也有一万公里 哪怕五等全速前进 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后辈来照顾我 好机会 四法天神 我有办法能迅速下凡 你有办法 我在凡间有个后人 他令我的元帅令照顾我 可令我迅速到达凡间 也好 那你先去 切记 万万不可得罪天帝的 自然不灭 只要我不去找天帝 就不会得罪天帝 三千年没下凡了 憋死我了 这次我要找一千个月 我们也得赶快吧 不能让天帝大人久等 拜见天帝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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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看见了吗 我老祖宗来了 你死定了 苏木 这就是乡下人和仙人后裔的区别 我们仙人后裔可以和仙人沟通 请仙人降临 仙祖 此人手中的手机有无量功德 而且他还大言不惭地设计 向神降临 还想仙罪出手 拿死他 我了 天帝好像没有认出少主 这怎么办呢 打开天帝 见到天帝还不跪下 天帝 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这一下凡就遇上天帝了 哎呀 仙祖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帝 他只不过是 狡献拿到了天帝的手机而已 天帝的设计 那不就是后天宝经了 千古无二万先之王 这说的不就是天帝吗 忘了 忘了 天帝大元帅 掌管十万天河水军 全是滔天 你晓 死定了 苏木 还不赶紧跪地求饶 可别把脏血 煎在我们将军 奶奶 苏木他可没有得罪天帝大元帅 你快教教他 我找去 那可是谁先 没想到 我苏木有一天会死在神仙手中 狼爷子 只能等下辈子再来消耍你了 仙祖 您快动手啊 天鹏 前来进进 你别归我呀 我是人你是神 我很受信 人 我知道 天帝下凡历劫 六十蒙尘 修为和记忆都被封印了 所以他才认不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 只要夺了他的造化和昊天宝镜 天帝之位就是我的了 要不然我撕碎下凡最轻的此法 都是经意累积七七四十九十 而等凡人 念亲兵 不会帅当诸 神仙就可以滥杀凡人呢 我们世间还有法律 你们神仙就不讲天理道德嘛 哈哈哈哈 本帅的九尺听爬 即使天理 蚪蚁去死吧 蚪蚁去死吧 天帝你带 天帝你带 天帝大元帅 杀了他会后悔的 大元帅 现在手手还来得及 两死就给我滚 多谢二位神神大人 刚才九尘相救 但我不能再迁入你们 你不快滚 可恶 要不是我兄弟被手术镇压了 我非得冲上去教训教训 他不可 手术 你赶紧同志诛事呢 那群人真的都是种儿病 来了没用的 手术 他们不是不同人 你叫来就知道 不是不同人 也是 从你试试吧 万一有救了 你们再不来 我就要笨蛋了 快点呀 不好 天帝大人需要我们赶紧下凡 天帮元帅不是下凡了吗 他没找到天帝 帮元帅私心最重了 我看他巴掌是去哪儿潇洒了 根本就没聚找天帝 诸位别说了 我们先燃烧神力 以最快的速度下凡再说 好 金斗元 哪儿来的金斗元 天帝大人够买这金斗元 他等不及了 那他还等什么 走啊 就算你能求没神 他们也需要时间才能到 而他们来的这段时间里 所以让我烧 少主 没金斗元 金斗元 有用吗 那刚才卖天雷 好像都没用 少主 你从我里就是了 金斗元 不好 有了金斗元 诸神片刻间便能到他 我得在他们来之前动手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去死吧 神神降临了 该死的 没事吧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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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董诸神拜见天地拜见天地 什么 他 他是天地 什么 他 他是天地 他居然真的是天地 那我江家岂不是成为了地后家族 难怪你有识无恐 原来你是天地 能让诸神降临 我也没想到 我群里这些中二病 真的是神仙 老爷子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 拦着我呀 诸神大人 认错人了吧 他就是个乡下人 怎么可能是天地呀 这 你们要不要起来看看 你们贵的是何人 绝不能让他们适合天地的身份 你们确定他是天地吗 看不出来啊 不过他不是天地 谁是啊 这还不简单 喊一句不就醒了吗 谁 先来提心的 我 你 你们确定是他吗 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是啊 天地大人活了无数岁月 没错 各位 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四把天神 用你的天眼看一下 得罪了 罢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 你没事吧 哼 我们赏诸是前帝 新闹之士 他 他就是 他 就是水盐天亭的大魔头 大魔头 四把天神 你没有看错吧 我没看错 他和我以前用神眼看到的魔头 一模一样 难怪天亭遭了大洪水 原来是你呀 水盐天亭 当盘 还好司法天神认错了 不过这样更好 他是大魔头 我杀的自分 就理所当然了 水盐天亭 乃是死罪 而等随我 亲杀 大魔头 所以我没认错 他就是那个大魔头 我真不是大魔头啊 我连天亭在哪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水盐天亭啊 少主 田亭就是被你研 你家侯严就是田亭 对啊 而且研了两次了 诸神大人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凡人 哪有什么实力水盐天亭啊 就是啊 虽然我也希望他死 但是他就是一个蝼蚁 怎么可能水盐天亭呢 什么 凡人 葛宝天神 你不会看错人了吧 他是一介凡人 连天亭都上不去 怎么可能水盐天亭啊 我没看错 他说之前水盐天亭大魔头一模一样 行吧 我给他撤一个命格就知道了 你过来 你想干嘛 不消死就赶紧给我滚过来 不对啊 他没有神格 不是神 我就说嘛 我怎么可能水盐天亭啊 那也很奇怪啊 你既然没有神格 也应该有命格 只要是人 都得有命格啊 我们少猪是田亭 他的田亭神格 早就被导物封印 没有命格 难道他不是凡人 苏木 我原以为你只是个卑贱的乡下人 没想到 你连人都不是 没有命格 无非就两种可能 一种是畜生 另一种是命格低贱宛若尘埃 你觉得你是畜生 还是命格低贱 狗 没这么误人啊 这些圣险都在高生命啊 连田亭都忍不出来了吗 敢问诸位上仙 叫得江家所为何事啊 帮人提亲 谁啊 帮人提亲 可这次上我江家来提亲的 只有两个啊 诸位 其实现在掌管天亭的 是三清道子 真正的天地早已下文立即 封印自己 天地大人隐藏在人间 他不主动 暴露生的 咱们也找不到啊 刚开始我以为 那小子是天地 但是他没有神额 难道天地大人 没在这里 不行 绝不能让他怀疑 天地就是松木 否则我今日难逃一死啊 对 天地其实是我的后人 杭威 什么 你的后的 不错 在场之人 除了他 还有那个乡下人 还会有谁能来江家提亲呢 倒也不是没有这根客 不是 你们不是我请来的吗 就凭你 也不想叫来诸神 苏木 别要往自己脸上切金了 你根本就不够格 不错 刚刚你也说了 你就是一区区凡人 凡人 哪有资格让诸神降临 不是 我是通过这诸神 是给我后人唐威来提亲的 给我 给我提亲 没错 只要让诸神都赢了我的后人 唐威就是天地 那我就能放在深圳的天地 夺取他的好天宝镜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说唐少不是一般的人嘛 你看诸神都来给他提亲了 姐 你现在认清事实了吧 唐少娶亲 诸神祝贺 放眼世界 那也是独一个 他明明只是个仙人护衣 怎么能够请得动诸神 唐少可不是一般人 他的先祖是尖鹏大元帅 他更是有封神的资格 这诸神求情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天地 才有这个资格吧 唐少岂是常人 说不定 他就是天地的不一定 问了问了 他们外占忍不出首诸 首诸 首诸 你赶紧再去 你骂他们呀 乡下见 看到了吗 连诸神都来给我提亲 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 我有魂书在身 凭什么不能争 天鹏 你要敢动手 倒足大老爷爷救不了你 老女 咱们做跑路的准备吧 天鹏一旦动手 到时候少主的修为 被迫解除 所有人都得完蛋 苏木啊苏木 得罪我 你还想独三起身 你以后就生生世世 在十八层地狱里 动过吧 苏木你快跑 跑 跑得了吗 今儿让你跑 来人的玫瑰天庭 我就完蛋了 我 不 不 不 怎么回事 问了问了 少主生起了 他的雄位正在突破封印 挺疼 你 妈的 你找死 不行啊 走路压不得太强了 我无法显得真身 救星天国里面转 等等 那金光是什么东西 这 这是天地大人的枝极啊 怪不得了 少主的雄位要彻底解开了 挺疼 挺疼 你你自找死路啊 天忠 你 你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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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木 松木 你没事吧 没事 这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雷公电簿 你们皮头神了吧 不改 干对少主动手 不皮子你啊 算你拧号 凤凰 你刚才看见了呗 少主名马上就要突破封印了 血被那个女人压住了 莫非他就是能稳住少主定席的人 你要这么一说 还真是 这不是雷公电母干的 这是天罚 天 天罚 没错 上天承载了天地大人的意志 天罚 说明天地大人生气 可不 没想到天地拿把封印了自己 我也动不了他 看来只能让同为凡人的唐威 对付他才行 你刚才对他动手 引动天罚 莫非 此法前善 你总算开窍了 糟了 此法给谁怀疑 我得想个办法不让他怀疑再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天地大人想要亲自动手 但是天鹏大元帅阻碍了天地 所以天地大人他生气了 财神 我的好兄弟 你还真会为我说话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他为 我杀了他 天鹏 你好大 敢命令他 我 愚蠢的诛神 还真以为我的后辈就是天地 罢了 就让他先装下去吧 赶快解除关系 你不配做他的监主 是是是 各位 我宣布 唐威从现在起 不再是我的后辈了 神官 你 你是要抛弃你的后人吗 不不不 是你的身份太尊贵 我不配当你的先祖 原来如此 那你们 谁愿意当我的祖祖歌 我们都不配 当你的先祖 都不配 不是天庭的某个大侠儿 先来一次 难怪这天鹏大元帅 都不配当唐少的先祖 原来这唐少 是天庭的神仙转世啊 我江家高攀上了唐少这样的仙人 那不是我江家百世修来的福气吗 还有没有天理 他这个人也配当神仙 天理 天理就是少爷的理 话说的没错 诸神都来给我提亲 邀请的人 怕是不敢来的吧 我 你们来了没有啊 你们要是没来可千万别来了 诸神降临了 他们要是知道你们冒充他 你们就完蛋了 天地大人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走来了吗 难道他才是 各位 别老配时间了 千万不能让他们察觉到苏木才吃天地 必须得尽快动手才行 老伯 快动手 没问题 你给我站住 小猪 我真的也看不下去 你给我说击给我 你又要干嘛呀 我要罚个信息 你们赶紧在区里罚个照片 要不少就不认识你们 天地大人没有认出 难道说 他不是 那我们拍个照不就知道了 知道了 这算是什么 我没看错吧 各位猪神在拍照 这怎么可能 自拍就算了还比手势 这什么意思啊 莫非神 也是上网冲浪 你们懂什么 这是神仙的手势 以后都不能用这手势拍照啊 我去 我群里这帮猪二兵 真的都是神仙啊 那他们都是神 我爷爷是不是天地呀 不可能 天地哪让他们拉的 你爷爷当然不是天地了 你才是 少主 你可不认识 是帮猪神啊 天地大人 您看到了吗 我们来了 看到了 都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该解决事情了 处理事情 什么事情 死人来江家提亲 却见无了江家条件 改朱 好 赶紧 杀了他 凡人 能死在堂上的手下 是你的荣幸啊 没错 你一个乡下见你 你敢妄谈我江姐 你也配 苏木有些人 是你碰不得的 现在 你去死吧 弯弯 关开 他没有玷污啊 只是碰了一下 罪不至死啊 江大小姐 你可是要嫁给仙人的人 这个乡下奸民碰你一下 就得死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意愿 他们 都是我叫来的 他们 你是说诸神 都是你请来的 你碰我 再有一个拖下去 诸神必能发现 他才是天帝 苏木 快道歉 诸神大人是你得罪不起的 还敢罪应 都没有什么资格 把诸神请来 你个贱民 之前说 我等是你朋友 现在又算是你 将无等起伏来 我看你真是找死了 就是 我们可不认识你 天鹏院帅 待会儿我看你 怎么受伤 好 完蛋了 总算受不惩罚他 回到天顶 死法天神 绝对不会放 对了 污辱天帝 是什么罪 真贤太上 走一走 小 盯上三华 真 雄中乌气 优势 不得未甚 那查完了 我叫苏木 就站在你们面前 别认错人了 苏木 苏木 谁啊 苏木 就是这个贱物 所以 他这事 完了 天帝大人 不准该死 原来他才是天帝 了解 你谁 怎么能把他扔出来 我明白了 你们还记得 水元天帝 一包大部分 其实就是少主干 只是少主病人 他水元天帝 我刚才没有遇到 他有神和革命 也只有天帝 才没有这个东西 我怎么把这个 给忘 你刚才得起的天帝 没事 你没事 但天同嘛 按照片刻 他要上了 尖台走一走 死法天神 救你 天帽 你好歹也是个独帅 任不成天帝大人 也不帅 还敢卖我 谁给你的挡打 天帝大人封印 连死法天神都认不住 那我当然也不 要是他们早点出生 现在天帝就是我的了 这这怎么回事 仙人们跪下了 难道 仙人真是苏木琴来的 他们不会把我当成天帝了吧 这手机可是我爷爷的呀 没办法了 我爷爷既然是群主 你肯定有谁呀 我就暂时冒充一下天帝 耳朵 走开 但我到了 你 各位 诸神拜的志 我 就是 我未官不堂上 可是仙人转世 只有他才配得起如此大 你 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本仙跪班 是 打我 打你怎么了 不服吗 我 先祖 先祖 他 他给打我 你让我做什么 对 仙人 所以你们拜的是苏木 是 是 哎呦 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贱民 不值得你们去拜的 是啊 难道你们是打起来的 我看是 刚刚苏木拿起手机发信息 猪神才拿起手机自拍的 那当然 我们少猪可不是一般人 天地大人隐藏身份在人间有儿 哪怕刚才被天鹏修了 都没显露真身 我们这一跪 是想告诉所有人他是天地 有道理啊 从事实中 天地都未成表露身份 可天地隐藏身份干嘛 别忘了 现在三清道祖掌管天地 而天地也有数千年未曾出现 我怀疑天地大人在红尘历劫 我们并不是跪拜 只是下凡的时候 不适应地面 腿软而已 对对对 我们就是腿软而已 他呀不足于我们跪拜 我就是一个凡人 怎么能让仙人跪拜 各位仙人 那是不是可以帮我操绑婚宴了呀 不 唐少 你别急 先把这个乡下人解决掉 他在这里 我看着都烦 对对对 我这就拿他的人头来祭祀诸神 妈 仙祖 你到底为了老公干什么呀 我们帮忙提心的 不是他 不是他那是谁 自然是我呀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仙人提醒 你还敢高攀仙人的后裔 放肆 你看见没有 我家仙祖生气了都 我说你放肆 啊 我 仙祖我 那苏木不是天地 他到底是谁 他是我们的 朋友 朋友 等会儿 你们说这个凡人是朱贤的朋友 这凭什么 他就是个乡下的凡人 哪来的资格成为朱神大人的朋友 就是 他明明命格低贱如老义 怎么可能和神大 我说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就是 人等还敢质疑我 所以你一直没有撒谎 朱神 真是你亲来的 真的 不亲的话 等会儿给你看留太近 太好了 朱神都站在你这边 这下没有人能阻止我们结婚了 这不可能 他一个乡下来的凡人 怎么可能高发上尊贵的仙人 凭什么 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疑我 我仙祖是江子 我是仙人后裔 凭什么不能 你想永远闭嘴吗 仙祖 江人了 我不太习惯这个人 他要是当了天后 那对田厅来说就是个宰哪 没办法 婚姝上两个人 他也是天帝的妻子 是这样的 他苏家世代祭祀天帝大人 称天帝大人庇佑 此番前来提心 无等 是奉命前来帮助 难怪这小子有这么多功德 原来是祭祀天帝得来的 所以他的契约都是祭祀天帝得到的 不错 既是天帝者 就是神的朋友 我不 他仅仅是祭拜天帝 就能得到如此殊荣 我是仙人后裔啊 可哪点逼得到我 没错 唐少是天帝大元帅的后代 就算要嫁 我也只嫁他 仙人后裔 就他也配 师祖 师祖 你要我做主啊 这 师祖 别叫我先走 我跟你没有关系 我现在自身难过 哪里能够生 江家二位小姐 可愿嫁给天帝庇佑之人 我愿意 我 我江氏后代自然都愿意 这可是嫁给天帝的大好事 世上谁不想嫁给天帝大元 要我是个女的 我也拔不得嫁给天帝 既然都愿意 那还不赶紧准备婚礼 啊 哈哈哈哈 你 叔叔去准备婚礼 无等你要到天庭准备彩礼 是 先祖 您放心 刚才得罪你的人 包括神 我们都会依法处理 多谢各位了 不过我还是得回家一趟 通知我爷爷一声 你们送的是你们的 我身为新郎官 还是得筹办点彩礼 我 送你回去吧 天鹏 走吧 回天庭 司法天神 我自知难逃一死 能否给我些时间 让我处理后事 好 我在展仙台等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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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哎 你这手机里面那个天庭聊天群 里面的神仙 都是真的 大静小怪的 大静小怪的 吓到你了 那他们都是真的神仙 你是不是 天帝 我不是 你才是天帝 不是 那你手机怎么来的 简的 胡小孩的吧 你把我后院延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吗 我跟你说 我提心成功了 今天晚上就结婚 等到时候我结了婚 就送你去大城市养老 大城市 我才不去呢 我去了大城市 谁帮你震受天天 不去 也行 那我结婚你得去啊 不去 可是 别跟我说可是 对了 你结了婚 要把你的老婆带回来啊 嗯 知道了 那我结婚 我得背点彩礼吧 你随意吧 嗯 你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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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 你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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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桌大老爷 弄花 他提亲可还顺利啊 别提了 一搏三者 差点没秤拱 料到了 今天晚上她的婚礼 也不会太顺利 那怎么办 少主不能再受到威去了 否则她的学位突破封印的 凤凰 我先解除你身上的天地的威压 如果遇到危险 你便可以出手控制住局势 是 少主威压还是太凶了 放心吧 你随时都可以变回来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书 千万不能现身 老头 咱家太穷了 一件拿得出手的彩礼都没有 我把这些废品卖了 然后拿去买彩礼 臭小子 你给我放着 这些东西不能买 少负啊 这些客室你得发包啊 那我结婚宗那送点彩礼吧 空着手去多不好啊 那你带着那只鸡去 这 合适吗 空空空 当作大人 我可是搞为了凤凰呀 那我当彩礼合适吗 合适 非常合适 龙根主 奉根后 也行 毕竟这鸡咱家养了这么多年了 那我就 拿它当彩礼吧 大黄 乖啊 等我娶了老婆之后 也给你找一个养狗老婆 那个 结婚去喽 豆腐大人 那我呢 我也想暂时解除少负贝啊 你着什么急啊 还没轮到你呢 你也跟着去吧 是 孙儿啊 你要是再不觉醒 这天可就要塌了 唐少 我可不想嫁给那个穷小子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人家宁愿做你的小妻 也不想当个村妇 闭嘴 不是 不是 马上就入婚礼了呀 宪祖 我可是您唯一的后代呀 您得帮我争取江家姐妹啊 现在最主要的是保命 你我能不能活到明天 还不好说呢 保命 为什么呀 司法天神临走的时候说过 等到废物完了婚 就会用天规处罚我等 就有一个乡下人 他就要处罚我们 他不是普通的乡下人 他是 他是谁 你不用管他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他的身份 比你高贵的事 什么 他身份比我还高 就算他的身份比唐少高 他也是个冲乡下人 唐少 人家可是你的人 我不想嫁给他 那先做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的那废物结婚 怎么可就完蛋了 事到如今 也没别的路 只能做我家 赌 什么 就赌他的修为和记忆没有恢复 就赌 我能取代他 先做 您想怎么做 如今天所已开 天庭的神能献身 坏 也能 是有用吗 你懂什么 这是隐先祥 能够 牵引诸神 我已武明 牵引诸神 踏入大架 主宰天庭 你是谁 为何召唤不等 我乃天鹏大元帅 召唤尔等 与尔等图谋大业 天鹏大元帅 先庭的大元帅 怎会联合我们 实不相瞒 我得罪了天帝 不得已 所以才与各位联手 你的意思是 天帝现世了 没错 但他的修为被封印了 所以只要我们将他斩杀 天庭将视我为主 我们可以跟你联手 不过前提是 你要打开守护大厦的接见 没问题 不过事成之后 我只能分给你的大厦一半 没问题 那就签订灵魂契约吧 签订灵魂契约之后 尔等便能攻入天庭 没问题 你真的能打开 天帝部下的接见 那是自然 我乃天鹏大元帅 这接见 还是我跟随天帝部下 天帝以龙脉之力 运转大厦的结界 只要我将这龙脉断 这结界自然已消失 尔等 给我杀入天井 哈哈哈哈 先祖 您刚才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和他们说了些什么不重要 走吧 去婚礼宪 今天的新郎官 是你 多谢先祖 新郎宪 但天帝手中的浩天剑 是我的 天帝大人婚礼在今 抓紧时间去准备 快去吧 好 走 天帝大人结婚 彩礼仪必不可少 盘桃 我班上九百九十九个 下去 江子洋 你还真是为你的后代着想啊 胡说 我正是在为天帝的颜面着想 哈哈哈哈 好吧好吧 好吧 不过话说回来 天鹏怎么到现在 他跑哪 当然是交代后世去了 毕竟他得罪的是天帝大人 天帝大人又得损换我等 哎 这没有信息啊 不 是有人入侵天庭 哈哈哈哈 天庭的杂碎 出来受死 不好 为我诸神入侵了 大厦和天庭都有阵法保护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此人是天庭的天帝元帅把我们放进来的 可恶的天鹏 他居然背叛了天帝 我定饶不了他 为我诸神入侵 我们又有公知天帝大人的 天帝大人在结婚 我们不能去打扰他 二斗 随我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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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哥 我今晚上结婚 都来喝杯喜酒啊 您尽管结婚 有我们给你守着 守着 守什么呀 算了 先结婚去了 你们听说了吗 江家姐妹要嫁给一个乡下人 早就听说了 也不知道江家吃错什么药物 帮着豪门唐寿不嫁 偏偏嫁给一个乡下小子 我要不看这诸神提亲 我才不会将这姐妹俩 嫁给这个真心的人 不知道待会儿结婚的时候 诸神还会不会降临呢 肯定会啊 据说他们还准备了豪华的贺力 江家有福了 姐姐 给 秦月 你不是不愿意嫁给苏木吗 现在怎么这么乖 既然无法拒绝 那就嫁算了 反正 反正新郎又不是他 反正什么 反正嫁谁不是这样 我 这只鸡是我爷爷让我送过来给你们的彩礼 你没有彩礼你可以不送啊 一只鸡要不要当彩礼吗 笑死我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拿一只鸡当彩礼 拿鸡当彩礼 你也不想丢人啊 老子是凤凰 出了田地 谁跟那奔准当彩礼 娜娜 这只鸡挺好的呀 自己家养的 外面根本买不到 对对对 这只鸡我们家养了好多年 谢谢 谢谢 乡下人就是乡下 连彩礼都出不起 靳月啊 别说了 咱们准备婚礼吧 等一下 人还没来呢 还要等谁 等 等神 没错 租神不来 婚礼不开 奶奶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 我要不是看那租神的面子 我会要你们两个 嫁给这么个乡下人 我说亲衣 你们两姐妹 好歹也是高材生 不会 真的要嫁给个乡下人吧 鲜花插在牛粪上 好吧 菜都让出口 两想都难受啊 嫁给他 并无不可 只要他真心带我就行 我说你一个乡下人 凭什么高攀江家豪门 凭我有婚约在身 养饭的 自己没实力 只会吃软饭 谁说我吃软饭了 他们俩跟我结婚之后 我是要带他们回乡下的 我可以重地养他们 谁要跟你去乡下呀 你们姐妹俩呀 我才不去呢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给你 哪怕一辈子在乡下也可以 放心 跟我回乡下 我绝对不会让你收回去 奶奶 婚礼开始吧 我看中神一时半会 也是来不了 不如婚礼先开始 反正他们迟早 都是要来的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是我们的婚礼 又不是他们的婚礼 他们迟到了 咱们可不能迟到 胖女人 你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 按理来说 诸生早就该到了呀 没错 贤弟大人结婚 他们不甘吃的 除非是遇到麻烦了 哼 你的婚礼 这婚礼 根本就不是为你准备的 清月 你在胡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新郎是我 老公 你可算来 我都快受不了 陪个乡下人 我就说嘛 只有唐少 才是张家姐妹的 如意郎君 只有他才陪得上 这场婚礼啊 我看就是唐少准备的 他就是想玩那个乡下人 他们怎么还敢来 他们就不怕得罪诸神吗 唐威 你想干嘛 唐威 你还敢出现 你就不怕天庭诸神 激拿你吗 我会怕 你不是有本事 请来诸神吗 有本事 你叫他们来 那就等死吧 你们还没来吗 你们还没来吗 天庭 我们不能走 否则 天庭马上就要沦陷 天庭没有天地 你们都不是对手 实在抱歉 我们现在走不开 天地大人完婚前 绝不能让他们攻破天庭 跟他们偏了 实在抱歉 我们现在走不开 来不了了是山子 实话告诉你们 现在天庭的神自身都难保 根本子来不了啊 不好 天庭遇到麻烦了 我感应到大夏的阵法出了问题 难道是国外诸神入侵了 可是大夏的阵法 是田地一大夏弄脉为怨 不可能出现问题啊 别忘了 天庭元帅是知道阵法的核心在哪里 一个乡下的剑警 没了诸神的庇护 你听的不是 我什么跟我斗 没错 唐少和天鹏元帅大人 已经想到了对付诸神的办法 你现在就是叫破喉咙 天庭诸神 你不会赢 不好 诸神现在来不了 他该怎么办 怕是呢 还有胖女人在呢 胖女人 挨不出手 等等 我得回复一下力量才行 你是说天庭的诸神 真的来不了了 自然 啊 那我宣布 今天婚礼的新郎是 唐少 而不是在乡下的废 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端端的 怎么就来不了了 难道 这诸神被困住了 可这也不至于啊 萨下人 你看到了吧 你引以为傲的诸神来不了了 你还拿什么营去 江家姐妹 我就说嘛 今天晚上的新郎 不可能是这个废 没错 我实话告诉你 现在的天庭 即将一止 届时我将成为真正的天地 你如果不想受折磨 就把浩天镜交出 浩天镜 什么浩天镜 还装什么事吧 同位 把浩天镜抢过来 那么老 要不 我送你去见诸神 你会这么好心 还送我去天庭啊 不不不 我送你去的地狱 送你去地狱 浩天镜 你要是敢动着 他还是诸神将领 你跑不了 诸神将领 如今天庭都要完断了 诸神再活不过明天呢 就算是诸神将领 那也不是天鹏大元帅的对手啊 天鹏大将在实力 可跟司法天神战平 其实力仅自于天庭四狱 四大仙兽 没错 四大仙兽早已消失多 现在就算是司法天神像 他也提不过 凤凰 你能不能快点出手啊 你在磨蹭什么 你以为我不想了 岛祖大老爷 虽然给我载事揭开了封印 但我需要有事件集赞呀 江青 你还认不清现实吗 唐少才是成龙快婿 你维护这个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能给你什么 你现在护着他 等你以后和唐少结婚了 自有你苦头吃 看来大夏的天要变了 江小姐 你还是认清事实吧 没错 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 就高攀不上江家 姐姐 你现在护着这个乡下人 等我们跟唐少结婚了 唐少会不高兴的 没错 江青 你马上就是我的女人了 你还在护着别人 等结婚后 我会要你好看 苏默 快走 走得了吗 江小人 你现在跪下给我填血 我或许能让你死的 痛快点 够了 你可以杀了 但不能污入我的尊严 只要站着死的苏默 没有跪下的苏默 好好 好 好一个站着死 你想站着死 我偏不如你 我要把你的红铺 修至十八层地狱 父皇 你好了没 天鹏元帅一旦出手 少主必定突破封印 快了快了 赶紧动手 实则生变 是 啊 啊 耳灯打单 给我跪下 耳灯打单 给我跪下 这不是树木台爷爷养的那只鸡吗 不 它不是鸡 它是仙兽凤凰 上次我绝没有认出它了 上次 我的学位被缝引 我多次提醒你 但你不停 它是仙兽凤凰 凤凰尊者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女人是凤凰尊者 我没看错吧 天鹏元帅 倒不是凤凰的对手 你们懂什么呢 凤凰尊者 乃是天庭四域之一 其实里 比天鹏和司法天神代将 仅次于天地 天鹏元帅 你勾结外圣 拱入田厅 当主 小神知错 小神知错了 主 什么 神 Mars 我 цвет 疯狂 还我要干什么 先走 invhh 生 orgasuke пом sick 要踩 mi 瞎 关闭 开看 美成 开枉 回头 为你 复活尽城 公妾外圣那是天蓬元帅 不信我 不管我的戏 我不管你的事 你的嘴恶比天蓬元帅还要可恶 公妾外圣 那是北盼无辜天子 弃罪当主 我有什么罪 我有什么罪 就算是神 也不能乱杀人 你他妈想对少主出手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就来死 你说的是他 没错 他到底什么身份 诸仙提琴 先受护驾 难道他是天地转世 不可能 天地转世哪有这么窝囊的 是啊 凤凰尊者 他一个乡下人 就算他祭祀天地大人有功 也不值得你保护我 对啊 我们需要个解释 凤凰尊者 唐卫是我看着的男人 能不能放他一马 你也配跟我求情 要不是看待你是天地肥子的份 就连你一切勺了 我先祖是江子牙 他为天地立过高 就算江子牙在此 他也不会阻止我 让开 你 尊贤你请见谅 我这孙女刚刚成人 但不懂事 小姐 小姐 还有谁敢做这事 如少称钱 凤凤凰尊者 您协议 能当的臭小子 是某个先生的后代 你 到底什么身份 我能有什么身份啊 我就一个乡下人 不过 不过这凤凰看上去 怎么有些熟悉呢 凤凰尊者 你有伤 我自知难逃一死 可我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想知道为什么 本尊就告诉你为什么 以为他是 父王 你想让少主大人 提前决心记忆吗 抱歉 刚才被焚怒 重昏了头脑 少主的身份 不能说出去 否则你承担不起后果 我知道 我不说 不管你什么身份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 我到底是谁 你 不就一个乡下人 就算有身份 顶多就是先人后裔 我看没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先人后裔 凤凰尊者 也不至于出来保护他 凤凰尊者 我这孙女轩的身份 不能说吗 是啊 他什么身份 比得过唐少吗 你罪 他躺为哪儿来 资格跟俗小逼 什么 天鹏大元帅的后人 都比不过 自己乡下人吗 之前 他一直说你是天帝 难道你真的是天帝 可我完全不知道 那我是天帝啊 凤凰最扯 我说出他的身份 我死也不服 凤凰啊凤凰 现在少主怀疑自己的身份了 你最后能解释清楚 否则少主声音 你就麻烦了 好 我就让你四个命吧 他 是三情捣猪的孙子 盗总的孙子 这恐怕是一人之相 万人之身不存在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 三情捣猪有个孙子 儿童自然不知 三情捣猪的孙子 那是田庭的接班人 什么 田庭的接班人 那岂不是说 他将来是继承 天帝身份的人 难怪凤凰富重 难怪诸神为他提亲 原来他是田庭的继承人啊 你明明身份这么强 为何一身份啊 我也是刚知道 你信吗 那个我想问一下 我是盗总孙子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爷爷知道 好家伙 你把锅甩给盗总大老爷 你真不怕盗总大老爷炖了你啊 我也没办法呀 我不这么说 该这么说 所以我的孙女婿 是未来的天帝 我真是没有看走 你有眼呢 他是盗总孙子 不原来天帝 我嫁给他 岂不就是地妃 哎呀讨厌 你居然一直隐瞒人家 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有这种身份 他就是个乡下人 他怎么可能是盗总的孙子 你也会的 奔总给了你回答 信不信是你力手 但是现在给我下别语去 我不服 怎么 会在地 挡住笋子的浑石 不需载出任何意外 否则 想夹 念 好好好 尊者请放心 老神亲自去办 再也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 你去天庭忙了 就剩下我陪着少主了 那个仙人 你看咱们这婚礼 是不是继续啊 别叫我仙人 我还不是呢 那我就叫你孙女婿 那个 前辈啊 刚才都有冒犯 您别介意啊 对对对 我们绝不是有意冒犯的 算了 反正今天过后 咱们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所以你们说的话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清颖 真羡慕你啊 嫁给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是啊 你运气真好 她可不是运气好 她是坚定地选择了我 我也是 苏木 我也是你的妻子 孙女婿 您这是 我只娶轻颖一人 这是为何 从我提琴开始 她就屡次羞辱 看不清 这就算了 我给她一次机会 照样娶她 可是 从始至终 你就没有想过要嫁给你 是不是 不是 看着我的眼睛 是不是 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呢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会选择你的 江青也从一开始 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她却依旧选尽 这就是你和她的区别 我苏木 只娶江青你一人 好吧 姐 我知道错了 前辈 这婚书上写的 可是屈利啊 二小姐 虽然刁蛮任性了些 可长得不比大小姐差 要我看 不然两个都说了吧 姐妹花 谁不喜欢呢 要不给她一个机会吧 她是我妹 我已经给她两次机会了 她一次也抓不住 她平时对我怎么样 想必你心里有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小妹啊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你实在是眼高手低 你不尊重婚书 也不尊重她 甚至打心眼里 没瞧得起她 我没有 你的性子 我还不知道吗 小妹啊 做错了事 后悔也没用 苏木他没有对你出手 已经是人知意尽了 你也该懂点事 我奶奶 秦月呀 这奶奶不帮你 你是你在眼高手低的 你却是后悔了 你来不及了 活该 谁让你看不起乡家人 这就是你的报应 赶紧滚吧 盗祖的孙才等着结婚呢 我们还等了喝喜酒呢 哎呀 苏木 你赌我幸福 我恨你 放弃吧 没有天地镇守 你们都不是对手 天地早就消失 天亭该还主人了 何等还能再战斧 能 死战 实施保卫天亭 哪怕粉身碎骨 也不能让他们踏入 灵修殿 好 那么请诸位 随我勾复黄泉 祝黄泉 那就一起去死吧 神兽 你怎么玩了 凤凤 你不是对先帝的婚礼生吗 那边已经万事了 这边情况今次 危险甘来帮忙 祖黄泉也盼植物 可祖二冬回复赏识 二冬主旗前厅 当冲 区区头贤兽 看我斩了你 等等 就是斩杀贤兽 我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这贤兽 还是天地的守护兽 什么意思 我等战斗的太久 先力不足 先策再说 不等 迟早会攻破天亭 终于 终于得救了 你们没事吧 暂时死不了 先帝的婚礼怎么样了 我终于说好 已经居性了 差不多万事了 可惜啊 我们没能赶上 没出意外吧 天鹏冤帅的杂死 还想跟着刀乱 可惜被他抛了 先上地下 我定要把他抓到 丰空村者 这天地大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大下阵法已破 国外诸神 迟早还会再来呀 其实 少诸是被三情岛族 封印了雄为和吉义 不认识刺激 什么 原来是被封印了 嗯 我现在去兵告 三情岛族打捞夜 你们尽快做好准备 诸位做好准备 诸神随时可能回来 是 是 恭喜恭喜恭喜 江大小姐 谢谢各位 那既然现在婚礼 已经完成了 跟我回乡下 那个衰女婿啊 你看今天太晚了 回去的路啊 又很长的时间 我已经参认 收拾好了一个别墅 不如今天晚上 你们俩就住一去 我听你的 行 那就今天晚上在这 住一买 走 真羡慕啊 江青影 嫁给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是啊 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呀 江青影 你凭什么嫁给天地的孙子 你凭什么 我得不到 你别想得到 我以鲜血为继 以天地之孙 投放给祭品 愿意供奉我灵魂 我的身体 招呼无所不能的神 神啊 我需要你们 不靠不靠地的爱 永远回忆转了 你出了羔羊 为何召唤我 我要伟大且无所不能的神 保护不成 那么 你愿意献出来 你的什么 我不灵魂 我的肉身 我的一切 哈哈哈哈 好 你帮我借吧 你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恶魔 把灵魂交给我 我帮你复仇 上帝 你在唱声音吗 为何不可 你我争斗数千年 不是一直是我赢吗 你选谁 谁帮我复仇 我就选谁 够了 天天还没攻下 你们两个矛盾 难道你们想 一辈子被天地压一头吗 跟我会神山 跌历着背间的人类 等等 抱歉 我们不做你的声音 我要报复他 和天地有关 你说什么 和天地有关 没错 我认识三清道祖的孙子 他娶我精神 三清道祖的孙子 你在骗我们 你一个龙鹰 怎么可能接触到道祖的孙子 这可是凤红尊者亲口事 你而起来 听过人事也知道 既然是凤红尊者说的 想必是真的 我怀疑 天地很有可能出事了 要不然 我们入侵天天的时候 早就被天地给杀了 没错 现在 三清道祖找到天天 只要抓住三清道祖 就能知道天地在哪里 若是人夺取天地的造访 那我们将统治整个世界 没那么容易 凤凤凰尊者和金龙成双成队 凤凰尊者舍过的是刀祖的孙子 金龙尊者必定会在 我们出手 必定金龙祖来 别忘了 天鹏也要造反 我们可以联手的 你想不想做神的女神 想 好 你把尼姐骗出来 我们以尼姐为人事 抓住盗族的孙子 事成之后 尼姐 随你处置 让她做奴隶 做这只玩弄的奴隶 跟你比起来 你才是恶魔 不过 我许 许吧 玉春的女人 她也陪到 沈的女风格 是沈的王一宝 苏木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我妹妹了吗 她吧 虽然有点公主病 但其实没有什么话心思 切尔玛 从我提心开始 她就百般羞辱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呢 我就忍了那一次 后来结婚的时候 你看她怎么对我的 那我也不劝你了 咱们俩竟然都结婚了 那是不是 得干点正事 那个 我先去洗个澡 好 我等你 红酒加枸杞 忍战道 炎亮第一次不能太快交信 干 你这是在干嘛 我这不是先锻炼一下 怕等会不够尽兴吗 流氓 夫妻之间的事怎么能就流氓了 讨厌 我们别在沙发上回房间吧 在沙发上不好吗 我我怕我怕被人看见 这里就咱们俩能有谁呢 姐 怎么又是你啊 成心坏我好事啊 你在做什么傻事啊 我帮你叫救护车 姐不用叫 我没事 你还说没事你看看你的手 姐 我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 你也不能自藏啊 姐 你送我回去吧 你就要嫁人了 我舍不得离开你 今天晚上再跟我待一晚 好不好 可是 爹 我舍不得离开你 好吧 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我带你去上药 好 那 那个 要不 你今天晚上先四起睡吧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陪你 不是可是我这个那个 我 那个 我怕我妹妹想不开 要不 你今天晚上先用手吧 啊 幸好没喝太多 要不然今天晚上 是 真得用手了 你 江青月 坏我好事 是 青月 这不是回家的路吧 当然 不是 不是啊 那这去哪 你的死 落 这什么意思 他们是谁 在国外三大至高上帝 恶魔撒旦 只死 他们就是入侵天庭的国外诸神 没错 清月你快走 我挡住他们 你去找封墓 你做的不错 你可以当我的努力 什么意思 姐 我要你死 今天晚上 会在江家庄严布下阵法 明天让他来江家庄严 明白 我得不到的 就能全部都毁掉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回来 他回不来了 他回不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回不来了什么意思 他现在 在我江家的庄里 他在那干嘛 你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三十分钟之内 你赶不到 他会生不如死 你 我告诉你 他要死我三长两度 我要你好看 小虎又是有事 你让你生不如死 不行 少主你一旦前去 秀为必定会挤出封印 我得回去通知三清高祖大老爷 天地 只要你敢来就别想走 求求你们了 放过我的孙女吧 她是无辜的 想死的就给我 然后初中啊 你睁开眼睛 帮你看看 你求求你的子孙吧 嗯 我的后代得召唤我 十八天神 用你的神眼帮我看一下 他们是不是出事了 大惊小怪的 你的后代都嫁给了天地大人 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十八天神 你帮我看一看 行吗 看一眼应该不妨是 不好 天后被撒旦他们抓起来了 什么 不行 我得纠缠 不对劲 庄园被他们设下了阵法 一旦踏入 就出不来了 那也得去 绝不能让他们伤害天后 行的 那就去 导作大老爷 国外诸神都还没走 我得去招他们呀 该来的自然会来 大老爷 不好了 国外诸神抓了天后 少数生气 赶过去了 知道了 导作大老爷 您不出手吗 少数大人突破封印怎么办 淡定 那些诸神就是蠢货 他们设计了牢笼 却把自己给关进去 您的意思是 我们为什么 在一直防备西方的牵入 因为他们就像饿狼一样 一直想吃掉天地 我跟天地 受限于天地规则 难以杀进去西方神神 而现在这三个蠢货 把自己关进去 想出也出不来了 你把这把剑送给那个臭小 祝他杀敌 可是天地要是觉醒了记忆怎么办 他结婚了 什么意思 结婚意味着他沉原未了 即使唤醒记忆 他也会自我封信 完成自己的沉原 如果没有结婚 那他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到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在乎 原来如此 一切都在倒足打捞夜的算计当中 我哪有算计 是他部的局 终于来了 我 叔母你快走 你对付不了他们 走 哼 不管是神还是人 就要进来了 别想出去 你放开他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让我们放 我们就放吗 跟你们拼了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江青月 他可是你姐姐 你怎么能害他呢 他 你 你敢打我 奶奶 从小到大 你都没有打过我 我疼 什么 我要打回去 疯子 你是个疯子 你是个疯子 我是疯子 我 我 我不是 而且 我也没有想加害姐姐 只是谁让他过 比我好呢 姐姐 从小到大 你一直让着 我想要什么 你就给我什么 那我想要苏木 你为什么不给我 你配不上苏木 对 我配不上 你想干嘛 苏木 你觉得我姐姐 哪里最好看 我搁下来 送你 我搁下来 送你 他哪里不好 你不要伤害他 他哪里不好看 那你为什么只娶他 不娶我 我错了 我娶你 我现在就娶你 完了 我现在是神的你 你不配娶我 傻蛋 老姑娘可比你残忍多了 她才是恶我 本来想着用刀子的孙准 把天帝逼出来 没有想到 还有一场好戏的 哈哈哈哈 是 第一次 天帝救了你们眼前 你们却认不出来 不过也好 只要天帝一死 夺取天帝造反 就知道 奶奶 从小你就和我说 姐姐的眼睛 比我的好看 是真的吗 不 都是奶奶骗你 你姐姐的眼睛不好看 一点也不好看 所以奶奶 你的好看 你从小 都在骗我 啊 姐姐 你说 是我好看 还是你好看呀 姐姐 她们都说 你心地善良 我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 你放开她 别玩太久 别玩太久 去分身边 再玩一会儿吗 赫摩萨 什么 在哪儿去 都说彼此相爱的 为了为了对方去死 所以你俩 谁去死 谁去死 你最好别玩胡思凡 那家伙可不一般 我知道 盗祖的孙子嘛 就算他恢复真实又如何 照样可以灭他 愚蠢 小猫 慢心点 故事长足够的压迫 可以将盗祖逼出来 你们 行吧 反正天地 也必无疑 我 你们两个 只能死一个 我 好 你就杀了你 不要 你放开她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 那 做我的狗 没有听 只要你不杀她 苏木 那现在 你既然是我的狗 那你来杀她 好吗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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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别抖啊 万一你一下子杀不死姐姐 痛苦的 只会是她 天悦啊 你快住这么多 乱 还回够闭嘴 啊 傻蛋 这家伙真的不是你培养出来的 我以为傻蛋够惨了 直到看到了她 这女人 和我的胃口 做我的女能正好 青月 你现在出手还来的 你千万不能放下不可遥辱的柱 奶奶你就放心吧 等会我就送你下去 跟我姐姐团圆 千亿对不起 对不起 苏木 不要快叫 不要自责 杀我的不是你 多么多么人的感情戏 你们两个要是去演话剧 一定能收获满满 这恶魔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真是嫌弃 身为盗祖的子孙 应该有点舍定 不过如此微弱的嫌弃 能有什么用 小恶魔继续 是 撒旦大人 看来 他快要想了真身了 苏木 你听说过打击吗 你又要干嘛 传闻打击得了一种病 叫做失心病 只有蹊跷玲珑心 才能根治 你说 我姐姐的心 是不是就是蹊跷玲珑心呀 这个疯子 来 让我们一起 挖出来看 不 如副就要放肆 静静静 你如实在毒 不配说我江子牙的后哉 多谢先生 静静 静静 天鹏 你好大的胆子 盼天亭 当住 江子牙 鼓励好自己的后人 你冒犯了不该冒犯的人 就到地狱十八层赎罪去吧 恶魔大人做我 恶魔大人 我做的还不错吧 不错 那恶魔大人 会给我什么赏赐呢 等回去 会给的 那不如就请恶魔大人 杀了你 好 好 姐姐 你们逃不了 你这堆负荷 我定饶不了你 这 我 你 我的天啊 还得让我亲戚了动手 休要上的 司法天神 你也吓死吗 你 你找死吗 江子牙 就算你实力达到至高级 休想 忽破我的疏忽 身为一个男人 怎么能让你保护我 死 都给我死 天头 杀了他 你的地位 我剁吧 天头 李 陈晓 我 李 陈ʿ 帞 沉堠 疼 这么回一个 你 敢死 你 帥 仙人 仙人你没事吧 仙人 你们仙人不会死的对不对 被我的利剑洞穿 老八十神也会死 下来就到了 走 天鹏 你现在回头还有活路 我早就没活路 今天我就要取代那天地的位置 天地的人 快走 你喊错了 他是盗主的孙子 不是天地 他不是盗主的孙子吗 天鹏 你得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可从来都没说过 他是盗主 孙子 那你的意思是 他就是天地 没错 那再好 就是天地 我们杀了天地 这天地 就是我们说了算 没错 本来我们部下的政法 不是变天地进来 没想到 本来就在 你搞错了吧 我不是天地 我爷爷才是 不可能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是天地 听你大人 事到如今 我们也不好再瞒你了 其实 你就是天地 掌管天庭的天地 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天庭聊天群 才觉得我是天地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个手机啊 是我爷爷的 他不是我的 所以要说谁是天地的话 那只能是我爷爷了 他不是天地 他是三清道主 是你的师尊 带你掌管天庭 三清道主 你就是真正的天地大人 怎么可能啊 我连天庭都没去过 我也不知道天庭在哪 我怎么可能是天地嘛 天庭 就在你家的后院 难道说 水淹天庭的人真是我 没错 难怪没死爷爷 都不让我进到后院 我一往后来倒水 就会被打 原来那就是天庭啊 可是 我要是天地的话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是因为你 我 什么 啊 什么 我就说我们是天地吗 老祖宗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还有这么弱的天地呀 哎呀 天地的记忆被封锁的太厉害了 他自己都无法讲起来了 师兄 他在其次变怒的情况下 才能突破封印 可 可我们又不敢逼的呀 废物就是废物 还天地 天地哪有这本货呢 赶紧上来 直到一来 杀不了他了 宋宝你没事吧 田地大人 看来你们生意 完全不硬了呀 哈哈哈哈 我 你们快保护苏宫 不是我们不保护苏宫 而是我们现在只能靠他 靠他自己觉醒 也不知道盗主大老爷在干什么 都这个时候了 怎么还不出现了 他来不了了 为什么 我现在终于知道 盗主大老爷 像个是什么 前地 若只有这个事 别抱着 你 我 你的大人 我 清 清 我数三个数 恶魔自杀 药 看着你的爱人 是死 123 恶魔大人 我接你数完了 放开他 哪来的狗 你才是狗呢 你全家都是狗 大华 你怎么来了 这狗身上 好像有一种 熟悉的气息 不好 它不是狗 它是鸡龙 快刷了它 别人都恢复 这狗男女 我死了 这狗 我死了 这狗 小狗 就然为生 你们看来非常美的剑 这剑好像很熟悉 这剑 跟田地剑有些伤私 别愣着了 赶紧动手 和田庭解放 你们就没机会了 欣雲 陆磨大人 快杀他这个狗男女 你 不要自个命 你 你 什么 我 这 这是天地的气息 啊 本地回来 本地回来 原来你真的是天地 我这次女婿居然真的是天地 看吧你吓得 你像我一样 跪下来不就好了吗 拜祭天地 江子牙清令 在 这是司法天神的本人 带他去天池修养三年 并以天心连玉心偶 为其重塑柔身 准备 他觉得真的是天地 天地终于肯现身了 还把大侠分个王堂 不然我们跟你约翅王破 错 我们三个就要划分你的大侠 这次巧也不可能突身击败我们三个 是 上 万年以前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万年以后 依旧不是 天地 哪怕我们不是你的对手 你也杀不了我们 让我们逃回神山 也奈何不了我们 天地 你总有不在的时候 我军大侠的保护阵法已经消失了 我军大侠的保护阵法 我们总要可以入庆大侠 哈哈哈哈 我们走 怎么回事啊 自己设下的合决大阵 是 快去忘了 哈哈哈哈 三位之高神设下的阵法 哪怕是天地大人 也无法警害 除非你们三个人死了 这个才会自动的 不得不说 你们自己杀司机 还真是别有用心啊 我真是讲不明白 你们是蠢啊 还是啥啊 明明不是天地大人的对手 还非要挑衅天庭 天地大人 我们只想跟你谈判 没想过行天庭啊 对对对 我们这次不是你的对手 就没想过要杀你啊 是吗 帮着本地的面 就成王败寇 要杀便杀 绝不许不 天地大人饶命了 我们再也不敢踏入大厦了 我们愿意千地灵魂祭运 不如放了我们 我们愿意约束杀主神 再也不如听大厦 人儿 现在 你们多年作恶多端 杀了你 太可惜了 对对对对 杀了我们太可惜了 让我们一命吧 十八层地狱缺少两个至高神守护 你们去吧 天地饶命啊 饶命啊 我已经饶你们了 天地大人 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 没机会啊 姐姐 姐姐救我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姐姐 小妹 你我以后 再也不是姐妹 老嫂子 老嫂子救我 老嫂子 我早就说过 你已不是我江家人 下地狱去赎罪了 不要 不要 现在外地已经解决完了 该解决她的 天地大人 我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吧 你说呢 天地大人 我知错了 你看 我也没造成什么 不可挽回的后果 你原谅我一下 就进行这 天鹏 从天庭创与之初 你就一直想在人间想他 我立下天锁隔绝诸神 你倒好 私自将元帅令传了下来 你怎么知道 本地虽然记忆被封锁 但本地 浩天静 其他人都可以原谅 但是 想跑吗 天地大人 我知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再也不敢了 李建鹏 你勾结外敌 入侵大侠 其罪当猪 但是 我不杀了 多谢天地大人 多谢天地大人 我要将你打入畜生当 让你生生世世 转世为猪 天大人 饶命 天大人 饶命啊 这 我该以为 金儿就是猪肉 从此以后 天鹏的后代唐家 改姓为猪 请天地归位 执掌天亭 不 要回天亭了吗 你是高不可攀的天地 我虽是先任后裔 却也是凡人 你要走 就走吧 直无见 守天亭 对 我陈元未了 暂不回归 你们怎么又跪下了 快起来 我受不起啊 他又给自己封印了 封印他的 一直不是三清道祖 而是他自己 走吧 我们也该回天亭了 守护世间太平 对了 道祖老爷子说 让少主不用回家了 就留在城里发产 不要回去烦那老爷子 那个少主 你爷爷说了 让你救留在城里发产 别回家烦他了 行 那我就在城里待着 不回村了 奶奶 你干嘛 这是我江家的密钥 能打配我江家财富的保护 以后啊 这把药碗就交给你了 啊 我 奶奶老了 以后江家的事情 就由你来做做 奶奶 你舍得吗 给他 我当然舍得了 我们江家赚了 这太贵重了 我接受不了 苏木 收下吧 好了 这个院子我就留给你们了 以后啊 没什么事 我不会过来打扰你们的 幸福 我走了 真可惜啊 我爷爷没来见证咱们的幸福 他特别喜欢院子 我本来还想努力赚钱给他买一套的 你爷爷的院子是仙剑 我家的院子就是个普通院子 哪能跟你家的比啊 苏木 我们虽然住在城里 但随时可以回乡下去 你爷以后要来城里 也能来这里住 嗯 也对 哎呀 真烦 本来我不想吃软饭的 都是你啊 拽着我不让我回村里 是是是 咱们俩 是不是还有事没解决呢 什么事啊 你昨天喝了枸杞酒 有肘吗 嗯 那 哎呀 入洞房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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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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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